至于县议员邱光明16号上午 直带领县府团队前往六五溪出海口 视察这片广达82公顷的现有地 要如何的来开发 邱光明认为至少要针对六五溪桥 以及铁道桥中间有7公顷的空地 先行开发为运动休闲的场域 来促进新秀地区的观光产业发展 现在就来听听邱光明怎么说 县议员邱光明是以书面咨询 来进行他的县证总咨询 不过16号上午他还特别带领着 县府团队前往六湖西出海口 讨论当地有82公顷现有地该如何开发 那闲止的这个82公顷在那边的这个地 非常可惜 那本席认为如果没有办法建为大的机场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立屋七桥 以及北维铁路的这个两个路的中间的这个信有地 我们来把它规划为运动公园 因为那边有七点六公顷 我们把它规划为可以讲运动公园的话 可以给我们花连县国中国小的学生来户外交学 其他的比如说夜夜车场 赛车场 七单场 赛马场 类似运动休闲的这种活动都可以来这边办 先元邱光明认为至少针对立屋桥与铁道桥中间有七公顷的空地 先行开发为运动休闲场域 以促进新秀地区的观光产业发展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